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是连续创下新高 截止下午4点收盘 澳洲股市是达到了7080点的高度 这样一来的话 也是超越了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 6970点高度 整整接近于100个点 那么中国股市在上周五也是轻微上涨 上振和深圳指数分别上涨大约0.2%左右 欧美方面也以上涨为主 英法德平均涨幅在0.6%到1%之间 美国股市三纳指数不断创新高 道琼斯纳斯达克和标普大盘指数 也分别上涨0.3%到0.4% 那么现在道琼斯指数 已经达到了29600点的高度 距离3万点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我们觉得在今年 美国股市上3万点几乎是板上钉钉 那么股市意外地区 黄金价格维持在1565附近 石油价格则稳定在58至59美元 比特币价格有所反弹 目前报价8700美元左右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首先我们来就来说一下的是 这个澳大利亚的股市 我们知道澳洲股市是在上周连续创出新高 那么在上个星期 我收到最多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被问的最频繁的呢 就是很多我们现有的客户 和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呢 都在去年下半年开始买了不少股票 现在都有一些盈利 那么在目前创新高的背景之下 很多人都在问我 麦克你觉得现在我赚了钱 是不是应该平掉一些 这样的话呢 万一以后掉回去 我还能赚点钱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个人是想说 这个我对于澳洲股市 首先我想说的是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从去年下半年澳洲开始降息 我就一直是看好着澳洲的股市 我们在早上的节目 包括视频以及文章中 对于看好澳洲股市 提到了不下20遍 我觉得50遍都有了 就算是20遍吧 我在每一次说的时候 我都会加上我看好它的原因 那么如果我希望大家呢 虽然是跟着相信我 也是买了澳洲的股市 看涨了赚了钱 但至少我们也得记住 它背后的原因吧 那如果您没有记住 我今天就再多说一次 我之所以看好澳洲股市 其根本原因在于两点 一就是澳洲 从去年6月开始的降息举措 我之前跟大家说到呢 降息它不可能只降一次 就像是人生病吃药 不可能只吃一天的药一样 即便是病药快好了 甚至于好了 依然需要呢 多吃几天来巩固一下 这个降息的这个 我们叫做刺激计划也是一样 6月降7月降 或者是9月10月降之后 它就不可能不降 即便是现在经济有所好转坏 而且是现在还没有好转 那就算它有所好转 它也需要最后再多一至两次 来巩固目前的经济状态 而经常来说 降息的整一个周期 通常是在12个月到24个月之间 所以澳洲股市目前 虽然是已经达到了7100点的高度 但是澳洲的降息 整一个周期还并没有结束 我们就算以最保守的12个月来算 从去年6月到今年6月12个月 距离现在还有半年的时间 这是第一 第二 这是中美关系的缓和 我们知道在去年澳洲股市 每一次临时性的下跌 都和中美之间出现问题有关 要不就是不签字了 要不就是又加税了 要不然呢 就是炒翻了 那么自从去年年底 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之后 那基本上就扫除了 中美两个最大国家之间的政治障碍 虽然说这个问题 未来第二阶段还没有谈好 但是从现在到今年年底之前 美国总统大选 我觉得中美之间 不会出现太多的 这个贸易上的争议 因此在这样一个大背景情况之下 中国就有能力 有时间腾出一只手来 重新来这个刺激经济 也正是以上两点原因 是基于了我对于现在 整个局势的判断 也是我对于澳洲股市 能够持续看好的根本两点原因 所以只要上面的这两点 基本原因没有改变 那我觉得即便是现在澳洲股市 创了新高 那么它未来依然有 很长的一段路可以走 再说了 就算是新高 如果话说到12年之前 澳大利亚 英国和德国 三个国家都是从3000点 3500点左右开始反弹 现在看看英国7800点 看看德国12000点 所以澳大利亚目前刚爬上7000点 完全有更大的空间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创了新高它就一定会下跌 对比一下其他 对比一下大背景 对比一下大环境 这些好的因素都没有变 那我们就知道 创了新高 就像美国股市一样 26000点的新高之上 到现在已经到快3万点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只要爬上6970点这个新高 上方至少有10%到20%的空间 这是保守顾忌 好了 再说第二个话题 我们知道咱们华人 在澳大利亚 或者说在全世界 也可以这么说 到了一个地方 首先想买的 除了是照顾到温饱之外 就想买个土地 买个家 应该说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 几千年来的文化 就是人人都想圆一个地主梦 你说几千年来的农业社会 或者说我们是农业大国 地主就意味着 有房 有地 有老婆 有仆人 所以作为一个地主 是咱们很多华人的心愿 那买了房之后 很多朋友都会买第二个房 第三个房 买到一直觉得手软了 或者说无聊了 这个时候会想起 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选 股票 基金 信托 理财 这个时候就被想起来了 那其实在我看来呢 大家千万不用担心 因为自己的股票知识不够 或者说金融知识不足 而担心投股票 其实在我看来 投资无非就是长线和短线两种 买房也是一样 你买一块大的地 囤个十年二十年 之后卖掉肯定赚钱 或者也有人呢 是在楼市大好的情况之下 买一个大地的破房 装修一下 一两年之后快速出手 这个时候也可以短平快的赚几十万 运气好的 说不定还能翻个倍 那么在股市中其实也是一样 在二十年之前 如果我们买了澳洲的卖房网 realstate.com.au 那时候一万澳元的投资 到现在就可以变成103万澳元 它的股价也从当年的一块钱 达到现在的103澳元一股 那同样的是 也发生在很多股市股票上 比如说联邦银行 比如说CSL 比如说Blackmore 澳家宝等等等等 这些股票在过去的十年的涨幅 应该说都是以十倍二十倍来计算 那么如果我们不想拿十年 不想拿二十年这么久 有没有快一点可以上涨多的股票 当然也有 前几年所盛行的黎矿股 前几年所盛行的大马股 和去年盛行的金融科技 包括我们所熟知的afterpay 它从短短时间之内 从五毛钱一块钱上涨到现在30澳元 这个速度也就是不过三年时间 就和我们投资买房一样 你可以是长线 也可以是短线 就像买生意其实也是一样 你可以买个生意 养个十年二十年之后再卖掉 你也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把流水做高再转手卖出 所以在投资上面 其实说你说我不会看报表 不懂得财务知识这些 都是一些小事 但是关键的关键是什么 是眼光 是你判断这个产品 是否有投资价值的眼光 我问你 你买房凭借的是什么 是不是地段 是不是交通 是不是学校 是不是商场 那买股票 同样这个眼光也一样适用 行业是不是热门 公司是不是赚钱 董事会是不是有经验 这些东西就和我们买房 一些基本的常识是一样的 就像我们本人很多时候 看这个公司也没有 每一个公司都去看它的报表 我也只是简单的看一些 最重要的数据 但是只要大环境好 只要它的行业所属的情况是好的 是向上的 那么你买了之后 无非就是一个赚多 还是赚少的问题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两个话题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和问题 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 悉尼和墨尔本均有同事值班 墨尔本总部电话 8658 0602和8658 0603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